这给俄罗斯丈母娘安排一次咱们中国的线上问诊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不前两天带我俄罗斯老丈母娘去医院做了一套CT吗 结果显示肺部有阴影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诊 于是我们又带丈母娘去验了一次血 结果各项数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 但是接下来俄罗斯医生的这波操作彻底给我诊无语了 医生说他现在只能判断好和不好的几率各占50% 让我们四个月之后再来做一次CT看看阴影还在不在了 听到这儿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在俄罗斯看病 不管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花钱的还是免费的都得等 我转念一想这哪能行啊 本来就已经等了两年多才做的CT 再拖下去没病也给诊出病来了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说 可以把丈母娘的CT发回中国 给国内的专家看一看 我一想也对啊 与其在这边折腾又费钱又耗时的 还不如找国内的专家问问更靠谱 我发给中国的医生看看 就是他们那个医生还是让你妈妈等 等四个月 再做一下CT 我看一下 拍个照片 这是那个CT的 CT CT的图片有了 妈妈找到了她这个CT 我给中国的医生看一下 这个是妈妈的 我拍个照片 找到了 你知道什么 你示范了 我这个 就是这个 你拍这个还是全部的 就是只有这里有问题 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全身都照了一下 其他地方就是有别的问题 他们看到了有什么 可以全部都拍 所以看看看看 有一说一 咱们中国的医疗效率就是高 这早上刚让我妈妈在我们老家的三甲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 下午就可以开始问诊了 中国医生看了CT后就说要尽快做手术 不过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个在中国算是特别小的手术 做微创就行了 早做早好 听到中国医生的解释 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俄罗斯丈母娘更是被中国医疗的高效率给震惊了 她没有想到现在在中国看病已经这么方便了 而且中国医生的经验也是特别丰富 不像俄罗斯的医生只知道以机器的检查结果为准 其实吧 只要在国外看过病之后 就能深刻的体会到 咱们中国的医疗效率已经相当高了 基本上是随到随看 三天内就能安排手术 这在国外预约一下就要等三个月 手术排期还要再等三个月 最离谱的就是我们上次在亚美尼亚的时候 食物中毒去医院 来了五六个不同科室的医生会诊 让我们照完X光又做CT 前前后后总共花了2000人民币 最后说查不出什么问题 就打发我们走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知道在中国看病受多幸福了 自从上一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心 确实俄罗斯丈母娘和老丈人 这一路走来 分封于于30年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现在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却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不过还好 这次发现的比较早 我们也在准备带丈母娘去另外的医院 再做一次CT 尽快安排手术 最后祝我俄罗斯老丈母娘早日康复 感谢观看 最后祝我 Hun子 川洛ون 尽快安排手术